带你来回顾前检察总长黄世民 向前总统马恩九报告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为了这立委柯建民的官说贪污案 兼听一文引爆了9月政争 也爆发了泄密的争议 而马恩九协认总统后今天下午 将首度以被告的身份 接受台北地院传唤出庭 回顾这起案子在2013年时 是闹得满城风雨 这事件的始末带你一起了解 说到2013年9月 就不得不说起中华民国政坛上 创下首例的立法院长立委 跟检察长涉入官说案 检察总长及总统涉入的泄密案 班的政客对我们司法机关追溯 通常都会拿政治迫害 这种廉价的理由 来攻击司法机关 爆出王金平为柯建民的 全民电通背信案涉嫌关说 马英九要求当时的法务部长 曾永福下台 隔天9月7日 随即以党主席身份发出通牒 要求王金平回国说明 但当时人在海外 帮女儿主持婚礼的王金平 无意提前返国 隔天马英九在青上火线 在副总统吴敦义 和行政院长江一华的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 严厉谴责王金平的司法关说 如果这不是关说 那什么才是关说 用台湾法治最耻辱的一天来形容 时日王金平反国 在机场做出回应 趁本人出国的期间 召开记者会 控指控本人 涉及司法关说的行政不法事件 等同未损宣判 根本违反程序正义 特征组 死死烂权 反被特征组烂权 关说案先起马王政争 11号 国民党考纪会火速达成 撤销王金平党籍的结论 送交中选会 就为了拔掉王金平的党籍 让他失去立委资格 王金平不甘示弱回籍 向法院提起 确认国民党员资格存在的民事诉讼 或法院裁准保留党籍的假处分 也保住立院龙头位置 其后两人嫌隙 已经闹得满城风雨 如今马英九不再是总统身份 台北地院以被告身份传唤他出庭 要来查明九月政争 所衍生的泄密罪则 由于前检察中长黄世民 因此案被移泄密罪 判一年三个月 得以一颗罚金 新台币45万7千元 目前已咨询完毕 民事部分也判培科建民62万元 马前总统能否全身而退 成为关注焦点 其实在黄世民的判决书里面 已经交代的非常明确 我相信地检或地院 如果做出不同的判决 那黄世民未来 还有可能提起再审 这是不太可能的 律师坦言 新永市政对马英九很不利 除了涉及泄密 还有教唆泄密 美类总统身份 失去了刑事豁免权后的马英九 能否全身而退还是落得锒铛入狱 8号出庭应讯成了关键一战 欢迎新闻赖尾粉黄云成台北报导 致伟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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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